這次來示範這個圓凹槽 他的這個加工 來先畫個圓凹槽 OK 那麼假設呢 我們現在畫一個5050 嗯 抽長40好了 OK 先畫個階級 那麼再畫一個勾槽 OK 好 那麼我們呢 這個 這個 假設給他20好了 那麼 在這裡呢 我們 S呢 就是圓溝的中心跟邊長的距離 我們假設置中好了 置中 好 那我們採這個深度好了 深度假設是10 好 預覽一下 預覽一下 好 OK 把它輸入 好 假設我們畫這個圓溝 好 那我們先存檔 好 那他可能的加工方法啊 從初加工到進加工 可能有90種方法 好 那我們介紹一下 好 那按Alt M 好 這是他的初加工 好 這是他的金加工 OK 那麼 這個初加工呢 方法呢 有15種 好 反正是有打這個and的符號的 他都有4種 好 都有4種工法 從右開挖 來回挖 中開挖 還有左開挖 好 好 那麼 這個金測刀呢 金測刀的工法有8種 OK 那這15種 成立這個8種 大概有90種 不動的加工方法 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OK 那看一下這個 我們首先用這個 切草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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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他可以分層切 分層切 就是說如果你覺得他高度太高 你可以分第一層 OK 或再分第二層 這個是 切草刀的分層切 好 那麼 如果是單層呢 因為這個地方呢 這個切的深度呢 是劍刺的 不是一次就切很深的 所以可以選單層比較簡單 他就是單層這樣切 單層這樣切 那你可以注意一下 FGCAN他切的話有兩段速度 因為這邊已經切完了 所以他切到這邊的時候呢 他是用1.38倍的速度 然後再往下切的時候呢 他就用0.7倍的速度 因為這個是屬於開草的階段 兩邊都受力 OK 好 這個是 單層的切法 切完之後左右兩邊會再修一下 好 好 那麼 接下來呢 我們看這個 右手刀的切法 右手刀切法 你會發現到他這裡呢 會有這個刀筆 刀筆的這個補正 刀筆的補正 我們可以看下去 我們可以看下去 這個切入 用比較慢的速度切入 然後 散過去 用比較快的速度 1.08倍 效率提到8% OK 好 這個是屬於 這個 右手刀的切法 好 OK 那麼 還有進行刀呢 進行刀他有 這個 這麼多種 你可以總開挖 總開挖 右開挖 來回挖 好 比如說我們這個來回挖 好 你可以發現到他是這樣挖 挖下去 好 可以他可以來回 我再修一遍 OK 那你也當然也可以 比如說我們總開挖 好了 總開挖 他會從中間這邊開挖下去 那你會發現到FGCAN 他在開挖下去的速率呢 都會變慢 以免佔刀 刀子摩耗 OK OK 那這個是 劍行刀 那也可以用後手刀 後手刀通常是走心式的比較在用 走心式的比較在用 OK 他是從後手刀 後手刀是從這樣 左掃右掃 OK 那這種刀呢 你也可以用圓頭刀啊 如果你手邊有圓頭刀的話 那他的出錯方法 這個是屬於 這個鏡像的切法 OK 那你也可以用這個 橫向的切法 好 橫向又有四種 可以任你選擇 可以 切過去 然後再切過去 OK 這一個是 圓頭刀的切法 那你也可以用二刀法一 所謂二刀法一 這有圖片啊 就是右手刀 再加上這一個 可以找到 OK 右手刀 點起來 事實上這裡是有些殘料啦 那我們如果 用這一個 把殘料切除 OK 好 那 右刀 二刀法二呢 這是不用的啦 因為一個 靈型的 鍵型刀就切完了 那在這裡 還可以用二刀法三 二刀法三就是 左手刀加右手刀 OK 看一下 這個是右手刀 然後左手刀會 根據這些材料把它切完 OK 那根據材料把它切完 OK 那麼這個是左右手刀 好 那這一種 出色刀法呢 它總共 有15種 15種方法 那麼 經測法呢 有八種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首先用右手刀 好 那會發現到 因為這個 Ultra比較深 它會自動幫你做這個 刀刃補償啊 因為這個刀刃 這個刀刃會過切這裡 所以它會做刀刃補償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切法 OK 這裡先倒個腳 去毛邊 好 好 切下來 這是避免過切用的刀刃補償 好 那再切過去 往邊過去 這是右手刀啦 那也可以用這個菱形的刀啦 雙側的 中立型的 那麼有時候出這刀呢 就叫劍形刀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刀法 先下刀 去毛邊 去毛邊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刀法呢 這邊有做 刀尖補償 這邊也有做刀尖補償 好 那去毛邊 OK 好 如果你選用圓頭刀 也可以 好 看一下 好 你頭刀的話 就是去毛邊 OK 去毛邊 好 或者呢 你想要用這一個 左手刀 左手刀也是可以的 好 左手刀 它這裡會有過切 好 所以這個地方呢 它會變直線拉上去 好 或者是用切槽刀 好 如果你的弓箭不是很精密 切槽刀 手上只有切槽刀 你也可以試試看切槽刀 好 先把斷面切完之後 打毛邊 打毛邊 下切 上切 打毛邊 這個是切槽刀的功法 OK 那麼你也可以用2刀法1 2刀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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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這裡比較不需要 2刀法1 好了 好 這裡是有沒切到嗎 所以我們再用這個切槽刀 切槽刀把這裡修一下 把這裡修一下 OK 那麼你也可以用這個2刀法3 2刀法3 根據這個沒有切完的 你再用右 這個左手刀 左手刀把它下去切完 OK 好 這個就是 說有可能的 這個 90種切法 一個員工可能的 90種切法 那 使用者可以選用你需要的工法之後呢 然後再來修改參數 修改參數 比如說你這個刀比要多大 那 他剛才有用到的刀都把它列出來 你要修的參數都在這裡 OK 那修完之後他就會 更新 更新他的 更新他的 更新他的道具路徑 最後呢 就可以產生NC程式 好 就可以產生NC程式 那 這裡 這裡呢 是 工序 可以讓使用者 根據這個 工序來排 導網 好 好 OK 以上呢 就是這一個 沿沟的加工方法 那麼FGKM它有 略有各種可能的加工方法 使用者只要挑選你手邊的刀子 有的工法就可以了